云青带出 我很不喜欢 我很讨厌他 我总想不要跟他见面 偏偏天天见面 在学校念书 这个同学非常讨厌他 他坐椅的时候 排在一张桌子 不是愿家 不去等我 这个事情得真有望 八苦就在生活当中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看破就解决了 这八苦就没有了 八苦没有了 就极乐世界 常所愿愁 正我之人 欲求远离 凡而极具 这叫愿情会苦 那不喜欢的环境 想离开他 离不开 喜欢的环境 想常住 得不到 那我们一生 八苦里头 不知道 赚了多少圈 出不来 那细心观察 真的 佛说得好 全是一力一变现出来 那我们有不善的念头 有不善的行为 这个造成的 我们念头转过来 不要想别人的不善 想别人的善 不想别人的苦 想别人的好处 那个心情 马上就转过来 也有心造化 古一定是自己 出场 决定不能怪别人 一定要学 普行菩萨 菩萨的名号 就是他的法门 那他心目当中 并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 都是好人 都是仙人 普行 没有一个是我 那伤害我的人 我过去深重伤害他 今天他伤害我 一包还一包 张晓鲁 心里好欢喜 我张晓了 他不是怨恨的 如果他想错了 你欺负我 我要来报仇 你看麻烦大了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佛教人 回头 是安 希望我们 早一天能回头 就在 进阶当中 修行 而进阶当中 特别是 人事环境 人事环境 当中 修行 提升 特别快 修什么 大神教 一般的菩萨 六度 法身菩萨 菩萨 所以我们的修行 真的把握着 尽踪的五个科目 就行了 念念 希望这五个科目 能落实 你只要一远离 苦恼就来了 你就早已了 你守住 这是真修行 这真正是菩萨 道 敬业 散业 六合金 三许 六度 普行事运 就这么简单 这五个科目 我们真做到的 真落实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决定相应 没有违背 这是什么人 这是普贤菩萨 你在修普贤行 修普贤行的 相应的 是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寿经 第二篇 得尊普贤 极乐世界 是什么世界 是普贤菩萨的世界 通通通是修普贤行 那我们现在就学习 普贤行 难 难在什么地方 六波罗密的里面 并不重视平等 清静行 普贤菩萨是平等行 这个难 愿真会 毒都毒不掉 那就不必毒 谁愿消旧业 不再造信仰 这是解决的办法 我没有 这一切都倒捕了 下午 我可以 停 了 优优独播